海上联合2012中俄海上连演今天进入第五天 展开了联合护航联合反劫持演练 中俄双方参演舰艇13艘直升机4架特战分队2个 今天早上7点25分 舰艇编队组成护航队形开始对商船展开护航行动 护航舰艇向海盗快艇鸣敌高音喊话实施警告性射击 随后两架舰载直升机起飞抵近海盗快艇 对海盗快艇发射爆震弹 拦截驱离海盗快艇 7点45分海盗快艇被成功驱离 8点演习进入联合反劫持科目演练 实名携带武器的截船分子登上一艘两万吨的中国商船 接爆后联合护航编队组织武力营救 8点32分联合反劫持演练结束 中俄双方参演舰艇将转入实际使用武器演练